传永远的福音,以及现代的真理 在圣经里面,虽然是用了一个天使来做表号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实际的工作和任务是交托给人的,而不是给天使的 但这样的工作的完成,确实有赖于圣灵,也就是上帝 正将圣经上所讲,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一部性能再好,还是不能发动,因为没有油 哪怕是一个完全的人,也还是不能推动上帝国度的工作 除非有圣灵 何况,经过罪恶在世界上,几千年的柔灵和影响 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 不然就我们的身体,就我们的智力,就我们的灵性和品德 都是不完美的 我们更加需要圣灵 何况,当我们放眼看到世界广大的原地 以及无数的人群 我们如果没有上天的应许,和所自在的圣灵 我们简直不敢想象 福音的工作,有什么可能在这个地上完成呢? 这末世的福音,有什么可能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呢? 所以让我们意识到,唯有依靠圣灵和上帝荣耀的全能 我们才能够完成所托付给我们的传福音的使命 今天,我们要学习完语复兴这个题目 我们首先看一看圣经怎样用语来代表上帝的福分和圣灵的工作 然后呢,研究有关着语的应验 紧接着就讨论玩语的应许 最后呢,来学习一下承受玩语浇灌的准备和条件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语 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了上帝的福分和灵恩 由于巴勒斯坦,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 和我们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季节和气候呢,也和我们有所不同 巴勒斯坦,它的北面呢,是黑门山 它的西面呢,有地中海 那里有许多的平原,有沙漠和山地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不论就动物,就植物来讲,都是这样 所以中东的水源呢,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件事情 他们常常为此而引起纷争 而江和湖海的水呢,都和下雨有关 在巴勒斯坦,五月到十月呢,是谬雨的一个季节 而十月下旬到五月初呢,是一个雨季 但雨季呢,又分做两个阶段 一个是早雨,一个是晚雨 早雨呢,也就是十月下旬到十一月所降下的雨 也称作是秋雨 秋天雨 秋雨的重要性在于呢 它使得这个干燥的土地呢,得到滋润 农民呢,可以及时的播种 而到了三四月的当中呢,也下雨 被称为晚雨 或者又称作是春雨 这个雨水呢,更加显得宝贵 因为庄家的果实呢,都是结束它被丰满成熟 中国的俗话叫做春雨贵如油 在巴勒斯坦呢,正是这样 因为春雨呢,使得果实能够饱满 是促成丰收的一个关键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 凡是认到上帝赐福的应许 常常和雨呢,联系在一起 地位纪第26章第3第4节 就这样说 你们若遵行我的律力 谨守我的诫命 我就给你们降下死云 叫地生出土产 田年的树木结果子 生命纪第11章第13十四节 也是这样说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 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尽心尽信 事奉他 他必按时将秋雨 春雨在你们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 五谷 新酒和油 但是如果违背主的应许 那么上帝就说 要使甘铃停止 春雨不降 所以圣经里面 把降落在巴勒斯坦的春雨和秋雨 或者是说 晚雨和早雨呢 就是代表了上帝 所赐的一种物质的福分 也代表了上帝 所赐的一种 属灵的福分 田地怎么样需要雨露 照样人的心灵 人的心田 也是怎样的需要 上帝的恩典 和圣灵的恩赐 这些都是由天而来 滋润人心的 能够促成 人类灵命的生产的 一个要素 田地因为缺少雨水而干裂 照样心地 也因为没有圣灵的感化和恩赐 而枯萎 所以 旧约圣经里面 多次的提到 秋雨和春雨 以西节书 第三十四章第二十六节 上帝应许说 我必使他们 与我三的四为 成为父权 我也比较死于落下 必有夫 如甘霖而降 田野的树 必结果 地也必有畜产 他们必在 故土安然居住 我则但他们所赴的鹅 救他们脱离 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 那时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先知悦尔呢 也用死雨的下降 比着圣灵的浇灌 约尔书第二章 第二十八二十九节说 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 凡有血气的 您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老年人要说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死女 以赛亚书 第三十二章十五节 也同样是这样的形容的 等到圣灵 崇尚浇灌我们 旷野 就变为肥田 肥田看如树林 以赛亚书 四十四章第一节 上帝应许他的百姓说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 以色列 现在 你当听 造作你 又从你出胎 造就你 并要帮助你的 耶和华 如此说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 耶稣人 不要害怕 因为我要将水 浇灌口壳的人 将河 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你的后衣 将我的府 浇灌你的子孙 所以很清楚的 这里的水 或者是河 的浇灌 或者是雨水 都是预表着圣灵 和上帝的福分 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 也是这样说 盼望不至于羞愧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上帝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提多书第三章第六节 仍然是用这样一个形象 这里说 圣灵就是上帝 叫做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主 厚厚 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好像我们因他的恩 的称为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 称为后世 所以从这里看来 不认识新月圣经 旧月圣经 都是以水的浇灌 在灵意上 代表着上帝的爱 代表着圣灵的配奖 使人的枯干的心田 得到滋润 能够成长 最后能以结果 而早已的应验 我们看看是在哪时候 其实已经应验在 使徒时代 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 武训节的时候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 有七个节气 也可以合并为三大节气 也就是育月节 武训节 以及祝鹏节 其中武训节 有的时候称为七七节 就是七七四十九 圣灵记第十六章 第十六节 这个节气呢 有的时候被称作 收割节 或者叫做武训节 格林多前书第六章 第八节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 第十六节 这个节气呢 是纪念收割的 出手的麦子 出埃及记第三四章 第二十二节 古以色列人呢 他们是首武训节 是纪念上帝 给他们的恩惠 能以收割 一年当中 出手的麦子 而使徒时代的武训节呢 是在耶稣基督被钉 复活升天以后 赐下圣灵的日子 就是许多的属灵的子力呢 被以成熟 能够收入上帝的福库 也就是上帝的教会当中 因为《使徒行传》 就记载了这样的事情 基督复活以后 四十天 向门徒显现 以后呢 耶稣和他们拒绝的时候呢 就对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 我所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呢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耶稣应许圣灵要下降 以后他们在十天里面 一起同心合一的 进食祷告 他们聚集 他们互相认罪悔改 而且呢 凭着信心 不住主的应许 等候圣灵的来临 好了 第二段呢 我们就要来看 《使徒行传》第二章 又是怎么记得的呢 那里说 五训节到了 门徒都聚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又响声出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 又有石头 如火炎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基督救赎人类的工作 门了愿啊 他所要求的另外一位保卫师 蒙了天父的群群 群群了下来 当时呢 可以说正是符合 天时地利 人和的各种条件 门徒一度在基督定食以后 心情非常的巨伤 当他们看到复活的主 他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心呢 就再一次的被鼓舞起来 他们在等候圣灵的时候 回顾过去 瞻望将来 也看到他们自己现在的光景 他们为自己过去的软弱 为了争论随未大而懊悔 相互的认罪 当他们想到 基督在升天的时候 所嘱咐的大使命 他们感到自己力量的担薄 但主的应许 又在鼓舞着他们 因为圣灵必要下降 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祈求 这一天的来到 同时呢 可以说在组织上呢 也进行了调整 犹大失落的位分 现今予以补充 软弱的彼得 也再度显为刚强 那时候呢 又正好是武训节 分散在各处的犹太人呢 都来到来耶路撒冷 上帝就利用这个时机 正当使徒和信徒聚集在楼房 就降下圣灵来 当时有大响声 好像大风吹过 圣灵于是就给他们特别的恩赐 让他们说起方言 使得许多前来围观的人呢 都听见使徒 在用他们自己的乡谈 在传福音 在做见证 各个国家的人 非洲的 欧洲的 亚洲的 各地的人 他们都听见 他们都说 我们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 讲述上帝的大作为 就是耶稣基督 为了人 定是十字架 而且已经复活 我们看圣经 使徒行在第二章十二节说 众人就都惊讶 猜疑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讥笑说 他们无非是心酒灌满了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 就站起来 高声说 犹太人 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刹耳听我的话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刚到事处 意思就是说 这时候根本不是一般人 喝酒吃饭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只是早上 九十点钟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第十六节就接着说 彼得讲 这正是先知悦儿所说的 上帝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 凡有血气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少年人 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死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 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 有火 有烟雾 日头要变黑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味道已先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彼得说 这实在是意念 就有圣经的预言 上帝配奖他的圣灵 彼得就大有能力的 在人的面前 高举基督的十字架 以及称颂复活的基督 第32节 这样讲 这耶稣 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 做见证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浇灌下来 第37节说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 叫你们的罪 得赦 就被领受 所赐的圣灵 彼得做见证 又欠勉他们 结果 第41节 就这样记载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 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也添了三千人 做恒心 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界 破饼祈祷 这是早期教会 非常荣耀的一页 也是教会 开创之日 从此呢 就开始了 整个 使徒行专的记录 在反对 逼迫 和困扰之中 教会不断地前进 壮大 充满了圣灵恩赐 和作为 以及上帝的名 被大大的高举 得到荣耀 新的门徒 日益的增多 也正应验了 耶稣给他们的应许 他们到处传福音 行神及歧视 那证明他们所传的道 这就是圣经所记载的 早与圣灵 配将的光荣的景象 一度软弱 胆怯的彼得呢 并未当强勇敢 在坚禁甚至于 独胆的威胁下 仍然不后退 他勇敢的 为主作见证 身先示作 一反往常 一度希望得到 高位的约翰 如今变得谦卑 像雷子一样的性格 现在也在学习 爱的功课 四三的门徒再一次呢 凝聚在基督的爱中 高举施加 勇敢前进 由于人被圣灵充满 他们的工作的效能 极其辉煌 刚刚讲到 一天就有三千人受洗 而使徒行的第四章 第四节又讲到 人数增加五千 而且很快的 圣灵在个人的心中感动 都能够把自己所有的 拿出来供用 按照个人所需要的 分配给个人 使徒行断第五章 第十四节呢 讲到信而归主的人 越法增添 甚至于连有的祭司 也信了道 我想讲到这里 我的心情很激动 我愿意请大家听首歌 圣灵充满 但愿意我们 不断地祈求 欧祝主的应许 使得五训节的 甚至对五训节 更光荣的景象 显现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时代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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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告诉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畢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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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至于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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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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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只有这样的时候 能够得到主的赦免 也就是能够因信称义 以及佩戴基督的义 正像圣经里面所指示的 我们因做罪恶的蒙赦免 而且自己也觉得赦免的越多 我们爱主的心就会越多 由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感受祂的爱 也来爱他 现在当务之际 耶稣呼召教会的领袖 以及一般的上帝的子民 都一起来认罪悔改 披码门会 而尤其是教会的领袖要带头 在被炉归回的重建圣城的过程当中 也同样是这样 文士 以色拉 还有领袖尼西米 带头进行改革的时候 他们都做了这些的工作 大祭司 约书亚 他必须要脱去污秽的衣服 要配上华美的衣袍 这样才能够占领 侍奉主 所以不认识旧约或者新约 在建造圣殿 或者是振兴教会工作的时候 第一点 甚至首先那点 就是要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说 谁要得到丸与圣灵呢 第一就是向神 认罪悔改 批带基督的义 反照基督的义 要彼此谦卑 彼此饶恕 彼此解纳 第二呢 要祈求 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一节说 当春雨的时候 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华求雨 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 使田园生长菜树 上帝不然应许 要赐下丸与的圣灵 但他也要听到祈求 祈求表明我们的需要 我们越感到需要 我们就会求得越多 更多的祈求 迫切的祈求 所以怀人鼓励我们 应当多为完语的配奖 而多多的祈求 可惜我们 求这样 求那样 却很少 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更少祈求圣灵的配奖 当时聚集在马可楼的 一百二十个门徒 以及所有的妇女 都是同心合意的祈求 就是按照主的应求 先知代理 非但是 为他自己 为他本国的名 为他的列祖认罪 他更加是迫切的祈求 祈求上帝 按照他的应许而行 不要吃野 今天 上帝的愚民 也应当迫切的祈求 圣灵的下降 让他 来使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好让人 自己责备自己 让圣灵来带领 神的儿女 进入 一切的真理 除了 祈求以外 第三次等候 五训节的门徒 他们并不是 祈求一天 两天 他们一直等候 等候 耶稣也告诉他们 要等在耶路撒冷 不要离开 不要动摇 要等候 等候的过程 也就是与上帝 更深交往的过程 更深地 省察自己的过程 也是不断地 充斥自己的过程 等候不是 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 等候是 更加深我们的 感悟 能够开拓 我们的心田 当时的门徒 也就是在那里 不断地 忍耐地等候 上帝的应许 是不会落空的 时间一到 所有 各种的因素 条件 都是在上帝的 掌管当中 为此丸雨下降 带来福星和荣耀 如能够为主 预备一般合用的百姓 来迎接他 也使自己和主 更好的合一 也和弟兄姐妹 彼此同心同意 合而为一 这样就准备好自己 和弟兄姐妹 一起来迎接 完预的圣灵 以至于能够早日地完成 主所托付的工作 况且 也只有这样准备的人 才能够让自己在 临到世界的大四年当中 占预的主 也才能够帮助他们 被安安地度过 将要临到世界上的 空前绝后的 其大灾难 华尔伦曾经在他的早期 著作当中这样讲 我见到 人若没有战胜 每一诱惑 骄傲 私心 爱世界的心 以及每一 错谬的言行 就不能得到安恕 因此 我们应当 越法地 与主亲近 并切切实实地 实行必要的准备 预备自己 在上主的大日 站立得住 在对传道人的正言里面 怀人姐妹这样讲 应当从心中 除去一切的污秽 以便圣灵 居住行为 解作认罪 禁丢弃罪 又解作 恳切祈祷 和献身给上帝 早期的使徒 才是自己预备好 迎接五训节圣灵的降临 现今也必须 做成同样的工作 只是范围 要更扩大 然后人就可以 祈求上帝的赐福 并静候上主 完成他的工作 在三个之争 这本书里面 怀人又这样讲 当救恩工作 行将结束之时 必有灾难 临到地上 列国要大法怒气 而上帝 要施行约束 免得妨碍了 上帝在地上的工作 到了那时 是晚雨下降 或者说是安数的日子 从主面前来到之时 就会有大能力 高声传扬 第三天使的信息 预备圣徒在末后 其大灾难 降临之日 能占领得住 这本书里面 另外一段 有这样说 上帝的仆人 脸上要显出 圣洁 现身的光辉 迅速到各方 各处去传扬 从天上来的信息 要结束成千成万人的生命 这样子警告 传遍全球 他们要行神迹 医治病人 并且由异能骑士 随着信徒 那时撒旦要施行 虚假的局势 甚至在人的眼前 叫火从天上降下来 这时世上的居民 就必须决定自己 所处的立场 今天正是这样一个 光荣而严肃的时刻 上帝呼召我们 要认罪悔改 要不断的祈求 要忍耐的等候 愿主帮助我们 史上在启示录里面 也有好几段经文 是联系到圣灵 尤其是顽与圣灵的工作 包括上帝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 也包括 就是启示录十八章 有个大量的天使 从天讲下 地球因他的荣耀发光 这都是讲到了 顽与圣灵 所要完成的工作 不仍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或者是在教会当中 以及在世界当中 所要完成的工作 我们就打开心门 迎接主耶稣基督 我们只有 埋 炎耀 就是 圣灵的恩高 我们也只有 与主同工 一起去 把这个最后的 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 传遍这个世界 我们才不至于 惭愧 不至于舍弱 最后我想 小结一下 今天我们研究了 与圣灵 提到了圣经当中 雨在灵意上 是指着上帝的属灵的福分 以及圣灵的恩赐 而第二段我们讲到了 早雨 也就是应验在使徒时代 武训节的时候 能够被圣灵充满 能够冒着困难 逼迫反对 放胆地传扬上帝的道 而且大有能力 得救的人 天天地加给教会 有神迹奇事 随着他们 但早已的应验 只是初步的 另外 第三段我们讲到了 关于 晚与圣灵的应许 为了使最后的 大收割运动 能够胜利地完成 上帝 应许赐下他的圣灵 圣灵要配奖在他 中心的儿女身上 教会是这样 个人也是这样 首先 要从水和圣灵升 然后呢 才能指望 最后得到圣灵的充满 如果人还没有 圣灵在心中 还没有被圣灵所重生 我们不能指望得到圣灵的充满 最后 也就第四段 我们讲到了 上帝是应许了 但我们必须要准备 怎么准备呢 就是解决 认罪 悔改 解决 肯切地祈求 仰望 而且要忍耐地等候 这个日子的来到 在等候当中 在祈求当中 在悔改当中 不断地提高自己 改变自己 和弟兄姐妹一起 同心合意地来 推广 主的国度 王与圣灵的浇灌 也就是末后 重大几目当中的一幕 它的出现呢 就预示着 很快就来到了 其他灾难的时期 这也就是我们下一次 所要学习的一个题目 好了 弟兄姐妹 关于 王与 或者说 这个王与的复兴 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 下面有几个题目 希望大家能够 思考一下 或者互相讨论一下 教会复兴 和王与圣灵的关系如何 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你对于 属灵的恩赐 怎样认识 第三 圣灵充满 是不是一定要说方言 或者是一定要 能够医病赶鬼 第四 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来预备迎接 圣灵与女的 配奖 好了 弟兄姐妹 我们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希望下次同样的时间 非得你自己收听 也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 和同工同道 一起来收听 这个专门 为你 所推出的 幸福培训的课程 我更加希望你们 能够来信 提出你们宝贵的意见 也把你们自己的 新的体会 和我一同分享 如果还存在什么问题 也不妨写信来 我们彼此讨论 共同学习 我们这些课程呢 都是有讲义的 但现在还在 准备和打印的过程当中 至于将来有了以后 如果你们来信 我们一定会释法的 记上给您 目前呢 有一本小册子 就是根据 启示录书 第一到第三章 我个人一点 新的体会 题目是 圣灵向众教会 所说的话 你如果需要 请你写信给我 来信请寄 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310号 310号 或者是7600号 来信信封上 请写 旺草收 旺就是希望的旺 草水的草 当我收到信以后 我们就会把这小册子 寄上给您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愿神赐福给您 您的全家 和您的教会 再见